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 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 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 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 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欢呼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的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赛第二赛季的比赛 星际生八二项目的B组的小组赛最后一场 对 那这场呢 这场是Rush Credit在BringtonGG 对 其实大家把这场比赛当成那个淘汰赛也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我们确实是要送走一个人 这场比赛还是很重要的 对 虽然说是不一定能清四强 但是你能保住下赛季的名额 对 这个就很重要了 没错 所以两位选手一定会真刀真枪的干上一干 对 那么两位新人 一个是温州海参王 海参哥 还有一个就是福州高富帅 对 BringtonG是福州吧 还是福建 哪个地方呢 反正我在福州看过他 那就是福州高富帅 应该是福州的 对 就是两位选手不仅是星际实力上的交锋 也是这个对资产力量的一场博弈抗衡 好的 那么这边选手准备就绪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看一下双方的地上比赛地图 冰封神剑 因为那边看捷冻的直播 捷冻老搜到这个人 然后我就问到处问 那吊炸死盖是谁 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是有梗的 啊 啊 当时 当时 让播吗 让播 当时 比较早 NANA还在打的时候 重新巨星的初期 NANA有一场比赛 用暴击雷 干死了 当时韩国的一个神主 我忘记自己叫谁了 就暴击雷 就一秒埋迹击雷 把那个神主给干死了 然后当时就被 战术就被叫成 吊炸天 然后 那也第二天 就把他的美孚ID 改成了吊炸天 并且打到了美孚 大概前几 啊 这样 是的 好 那么 比赛就冰封神殿 开局上面Rush Grid 很早的探路 看到了对手的一个 开局情况 看到对手呢 并不是裸霜 第一时间呢 是选择了有出狗的 这么早的出狗 看看他是不是要打什么战术 比如说轻掉侦查之后呢 放下蟑螂灯槽 对吧 因为你看狗速提了 没听气 提房子应的速度 呵呵 哎我主要是个好人你知道吗 你主要是个好人 嗯 我不太会去干这种事儿 啊 但他房子造的有点慢 哈哈 其实像这种这种事儿吧 还是得多干一个 因为会有惊喜 第一时间飞机场 啊 这是其实 这是一个比较好守的 啊 好守的开局 下面都要多造点水晶 他这边前两个水晶都是造在上面的了 他如果其实第二个水晶上造在下面的话 就要是觉得挺好的 第一时间要出个虚空 下方点了一个水晶 其实现在这二次侦查很重要啊 是 去不去看一眼啊 你不去看的话 你要是第一时间没有造这个虚空 可能要被打死的 是的 我们看呀六个蟑螂已经在造了 他是啊 还是有几个蟑螂从上面出来的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 就是说如果要打一波的话 尽量蟑螂都从二框造 因为从二框造的话可以少走段路啊 第一时间虚空 那这样还是 有一个很好的应对 行动加速赶紧搞 这房子过来一看 再点水晶 后面再点两个水晶 如果不点这个水晶的话 其实基地还是有点危险的 第一发炮台 哎 这怎么交上面了 这怎么交上面了 这就很迷啊 但是交在上面好歹也是打到了不少的小狗 为什么会点上面 没堵住 遭中了 这遭中了 狗太多了 这后面无间续狗 经济就打伤了 是啊 其实现在都可以 他现在怎么打其实都可以了 农民也是赶紧跑 但是虚空由于现在第一时间都在解决蟑螂 所以这段时间农民有很大的损失啊 好 炮台一跤可以去二框杀 二框 二框 二框还有肉的 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BREAKING GG返回去 重新运营都是OK的 反正对手造了虚空 虚空也不具备什么进攻能力 你攻过来的时候 女王都好几个了 哎 这两个我上来打一下农民 这差不多一共前前后 杀了有11个农民的样子 12个 这把炮台交在上面 确实这交在下面的话 我觉得农民都不至于死这么多 然后上面口也没堵 主要他后面加速出的是一个追的 也不是哨兵 好论成百人生豪迈 大不了从头再来 两位选手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攻防战之后 又是重新的回归了运营 回归平稳 其实这个局面上来说 我觉得还行 没什么烈 完全没有劣势的 其实经济上差不多 而且现在有一个虚空的优势 虚空可以去外面把视野都清掉 对 他这边是先清一个 然后猫娃船也带出去了 这样猫娃船一旦是虚空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可以回城 随时回家 对 这边一看军队还没过来 有挺多房子 他这边一看军队还没过来 你直接走进来好了 对吧 你直接走进来好了 他又不知道 逼退了一次 对 逼退了一次还是很不错的 正面勾引一下 侧面头看一下 第一时间两个试图能包掉 分天狗上去咬哨兵了 他这边应该是没有高地视野 所以他不知道 哨兵立场 还是咬 咬个农民 后面就没有去再做过多操作了 所以农民是没有损失 这个气球别让他走 那肯定 小狗一攻 扔击二本 三攻应该是麻烦了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 那选择一攻狗的话 接下来呢 还可以第一时间在二本之后放下蛇塔 对 那现在被这一波空头牵扯了以后 节奏有点被拖住了 是 本来应该是虚空不停的在骚扰的同时 家里面运营的很舒服 好 看看这个先知这边有防空 有防空的话 先知想戳呢 基本上就只能戳采气农民了 相信戳两个 戳两个要躲到外面先回一回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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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块 转角遇到爱 200块 然后他选择掉头了 这不会掉头 这200块还是要赚的 是 其实在这段时间 Rush Crazy还是赚到了不少东西 无论是战损 重卵 各方面赚到了点东西 他其实感觉局面上面 并没有想象当中 前期经济被打崩 然后 没有 他就死了12个都没有 完全可以接受 完全可以接受 现在甚至于场面上还能 甚至于场面上都在Rush Crazy的掌握当中 蟑螂移动速度 他这边既然选择了蟑螂移动速度 有可能要狗火蟑螂吗 其实狗火蟑螂的话 我是觉得第一时间可以不点蟑螂移动速度 第二时间再点 对吧 蟑螂移动速度对火蟑螂还没有帮助 那蟑螂狗 少开点气况 对吧 四个气 蟑螂狗嘛 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神族在VR科技进度慢的情况之下 蟑螂狗的作用还是有的 就是因为他是最快速度的兵力成型 然后通过开阔地带去打 比如说大规模包夹 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只是说现在虫族很久都没有用了 所以神族很久没有防 如果冷不丁的用一下 万一神族操作失误 因为神族现在少兵很少 对吧 神族现在的打法 但是这张力度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毕竟还有一个狗刺蛇独豹的这条打法 对 你看 开始大规模暴兵 而且现在女王造的数量很多 那他这样如果要是靠女王去起到这个刺蛇的一个定位的话 那效果更好了呀 又能奶又能输出 还肉 被隔了又不心疼 呦 这要出门了 这一次出门我觉得有点拼啊 因为他现在完全不知道对手不对位置在哪 他其实先知可以先 又先看一看对手 部队位置在哪再决定出门啊 他这边应该是就只看到了12点钟位置有矿 所以他又出门了 那这样自己家里面这三矿是没了呀 先手换家 换家是这边有先手 有先手就会差非常多 而且你这边拆家部队是以绍兵为主的 所以你的拆家部队的战斗力是要 是没有重租那么高的 重租后续续的又都是狗 狗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往前跑 看一下 要回城吗 这猫和尘得加的 这猫和尘得加的 对 猫和尘得加 二矿也要沦陷了 重租机外面有没有农民啊 他没有偷农民出去啊 这个农民没有进去 他现在还是想靠主框造出来的兵去守这一波呀 这里 把这个水晶按掉 神租家里也守不住 是 那重租家里面的话 正面的嘛 立场一格 这感觉重租家里也守不住的 这兵还是挺多的 是 看防空能不能帮忙打掉一个虚空 差两枪应该是 应该差不多两枪的样子 少兵损失的有点多了已经 神租里面60个农民 现在神租只有两个农民了 哎呀 农民没出去 啊 它是叠好了 它是shift的叠着出去的 这叠得好 这叠得真的有点好的 这是shift的点气矿 点气矿出去的 哇 你看这个农民叠的 看一下 重租这边 回救了 这个回救是要在 确保自己在正面战场当中 能够吃掉对手 但是 神租的部队也不少啊 好像对着吃的话 神租也根本不虚 我说 我在高级上去就好了吗 对吧 Rush Crazy没有农民了 对 所以你看 你一到高级上去的话 这你也 没有办法上去救 那你只能等神族 踏了实实的等神族 把这个 你的主防都拆光 然后再做定夺 你虽说火蟑螂可以砸立场 把基地搓了 奶住了 奶住了 都赖你 这个基地要是搓掉的话 还是有可能拼平局弹 不管 都赖你 你看部队里面还有眼虫 感觉Rush Crazy 没什么机会了 对 这波部队有点骑虎难下了 这女王有点多 女王有点厉害 但虫族不好的一点 在于他卡了人口 看一下正面立场怎么隔 立场隔单比较环保的 火没长好 但是你要知道虫族现在 看一下部队数量还是有点吃紧 火躲一下 两架虚空是全倒了 正面蟑螂能否肉住 既然闪追操作 减速立场减一发 不让女王跑 他这边 这边 哎他忘了等这五个蟑螂了 对 那这样一来话 正面是部队被全部的操作掉了 Rush Crazy 他要是等这五个蟑螂就好了 没关系 Rush Crazy接下来还有一拨狗 但是这拨狗也很难应对 拖农民 对得拖农民了 考虑拖 但是狗还没有出来 协同的时机上面有点不巧 等不及了 等不了了 已经等不了了 这个等不了了的话 自己要被喜光经济的同时 地面部队都倒 狗来了 但是追脸一跳之后 御书记还能再配合收发 能不能打赢了 哎 打赢了 回去继续造狗 回去继续造狗 赶紧造狗 我现在还有四个农民 经过了12分钟多的苦战 现在两位羡肉 拼命操作 拼命操作 两位羡肉人口9比17 9比17 哎呦 还有先知 先知来了 先知操神了 好 狗吃还有吗 狗吃有 造防空啊 造防空啊 啪一个防空 先拍地上 这边 这边 他的第一反应是 农民赶紧跑路 那农民肯定是死完了 这农民不要想来 啊 这先知无敌了 我的天 哎 还是有防空能够限制他的 而且这边女王马上就出来了 没农民了 有有有有有 噢 造了两个 你不要吓唬我好不好 哎 他从哪里爬了个防空过来 他造的那个防空 不是这边你看 那是造的 造在三框的那个 哎 没爬 他从哪爬了一个防空被打掉了 五框吗 不应该啊 应该是只有一个防空了 没有没有 刚才明显是 你刚才不爬的吗 不是 刚才这个还没造好的时候 这边就已经有个影子了 肯定是造好的 你相信我 这肯定是主框 那你快点 那你找到第二个防空 肯定是被打掉了呀 肯定是被打掉了 刚才这个防空都没有造好 这边就已经有个阴影了 好 看一下这个先知 能不能把这些兵都戳掉 残局阶段 两位先生打出了RTG大作战 有点难有点难 现在是两个追猎单挑 提四口蟑螂带翼女王 这操作呗 这操作上确实是神速有优势 哎 掉了 哇啦 操作失误了 他要没有出现操作 心智能量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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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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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Blinky G是先下一层 是啊 这最后其实两个追猎还是有机会的 真的有机会操作掉的 重点是需要耐心 而且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操作失误 就是一受伤马上上棱镜 对 而且你还是有闪烁的 你相当于有二段跳 对对对吧 确实是有机会把这种操作死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真的打到残局的时候 确实蛮有意思的 好 那么这样 BREAKING GG 1比0 暂时领先 好 那么第二场比赛地图是暮色之塔 Rush Grid 果然选择了一张最正经的地图 你有看过海参炒面吗 海参炒面 我没有看过 就那个段子 宋小宝的段子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就是有一个面馆 叫海参面馆 然后当时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Rush Grid 都叫它海参哥 然后其中有一个段子是这样的 海参炒面 海参是正经海参吗 好 看一下村地图上方 蓝色的重组 来自于SPA战队的BREAKING GG 嗯 好 地图下方的就是IG战队的Rush Grid 好 你继续说 然后就是 宋小宝问 问餐厅 说你们这个海参炒面 海参是正经海参吗 嗯 然后服务员说 海参是海参 正经不正经我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就点了一碗海参炒面 嗯 然后里边并没有海参 啊 因为厨子叫海参嘛 所以服务员才会说 海参是海参 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好冷啊 哎 你主要没看过那个段子 当时还引领了一段 风靡一阵的话题 蜡根 嗯 嗯 嗯 洛杉 像以后对你进行惩罚 也让你吃那个蜡根 就是芥末拌面 啊一半一加加一条 嗯 好单名双开 来单名双开 对战裸三 这开局上 维克林机机又占优了 是啊 其实我觉得裸三之后啊 他可以在这张地图上面 选择打个什么一本爆战术 因为Rush Crazy这位选手呢 还是倾向于运营的 趁你三开的时候 乌泱泱的一波兵怼过来 对吧 把你三矿一端 部队一吃 火蟑螂小火一丢 看先看看海参这边怎么打 嗯 使徒 还是选择了优先的一个使徒侦查 毕竟要通过使徒的侦查 不停的放分身 才能知道 对手 比如说二矿有多少农民 然后有没有造更多额外的兵 很像RVS的杰作啊 飞机 没有问题 像以前这张地图 双击场也比较多 现在是整个战术都绝技了 双击场 确实没什么用 嗯 从族技术主要是从族研发出了一套狗独暴刺蛇的打法 把双击场给破了 嗯 你用双击场的话狗独暴刺蛇挡不住啊 是 你想想以前自由之以崇津之心 遇到双击场都是先暴女王 暴个十几个女王 然后横着走 开矿水晶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啊 这开矿水晶也是蛮早的 那边使徒进去侦察了一下 直接被包掉 所得信息也是有限 但起码知道对手有三矿啊 飞机上看到了第一时间是凤凰战机 那凤凰战机的话呢 先把周围视野一清 然后配合两到三架凤凰的时候 就可以去进行出门去 你说为什么只有飞机场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有看一个使徒的标 使徒的阴影在这边 嗯 结晶吗 对吧 没错呀 变成遮掩门之后刷兵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轮廓呀 对不对 你可以看他刷的是什么兵啊 BV防止移动速度 看看放不放独暴通常 对呀 他倒是又打出了之前的那一套 就是在一套 野外先变三四个房子 然后不停的做空投假象 不停空投是挺好的 对呀 我也觉得不停空投是好的 你要让对手有后顾之忧啊 三级地 对吧 你哪怕逼对手这个眼睛看几下小地图 对吧 正面都有可能能寻求到机会 他这一次是优先头一穿 昨天在打麦赛的时候呢 BREAKINGGG是选择了这个中期的一个空投 这边其实也准备好了 嗯 好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双线 凤凰战机现在正面在图房 诶 诶你这边看到狗 对 看到狗了的话就房子就被卖了 属于 这房子其实可以取消掉了 诶 墙头的话有点远 这是墙头太平了 对墙头太平了 万一这时候有一个追猎对吧 你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然后被追猎点两枪死了 现在抓掉了一船空投房子的情况之下 这个RUSGREZ 两枪 有没有意识 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矿有些冰凉 另外一边的使徒压制过来之后 使徒这边倒是打了个先手 这样要进行一波双线 RUSGREZ这一次过来之后 发现BREAKINGGG家里面并没有冰 而且虫栏里面出来的还是农民 心中大喜 我不杀你20个农民呢 是不是 马上回救 这接兵也是接在家里面 防御非常轻松 诶 这使徒怎么进了包围圈了 这进了包围圈的话就不转了呀 转还是转7个农民啊 好 使徒全部打掉 一攻狗 接下来刺车中抄也点下了 舰队航标 舰队航标 他不会要直接爆航母了吧 有可能啊 直接爆航母这都是失传多久的战术了 这都是 这张图装很好用你不要说 是很好用啊 但是 好古老的战术啊 使徒通常 哎 其实当年就最早的时候还在打那个 啊 肯定爆航母了 三次机场了已经 打那个 就是虚空之一β那会儿 当时爆航母的特别多嘛 那会儿其实我特别喜欢用那个火蟑螂 火蟑螂加女王 就是女王在前面顶着 然后火蟑螂赶紧过去丢火 然后丢完火就跑 对 这还是观众比较喜欢看的一种打法 嗯 观赏性极强 但是打这个爆空军打法的话 重足其实一定要 那个资源要领先很多的 因为会涉及到这个 后面就是说大量四面八方来的飞蛇的那个自杀性机身弹 其实在没成型之前啊 我是以勾为主 对 你真的到200人勾空军的时候 那是必须得自权弹 没有自权弹你怎么打得过 是啊 而且还得四面八方来 因为一面来人家是那个闪电说反馈就反馈 你一点脾气都没有 正面拍大量地宝 哎 他这个地宝选择拍在三框的话 那接下来到四框的时候还得再拍啊 对啊 拍啊 不缺钱啊 我又不缺钱啊 对不对 而且他狗刺蛇 都爆了一个打法 是啊 看一下刺蛇数量价格比较多的 又补了个机场 哎 打掉了一个房子 卡了一下人口 那这样让这个BreakingGG的下一波的 我十个房子 他这么多房子 这要少多少卵 我干嘛 我200人口了 不会卡人口了 以后再也不卡人口了 但是你这一波进攻的时候你倒不了200啊 对吧 你是要打timing的啊 这在侦察到对手 在侦察到对手这个狗刺蛇毒爆的这个部队组合的情况下 直接是大量地宝 这想都不想了 其实现在要再配合一个偷矿就更完美了 这地宝数量 这怎么顶进去 你如果要只有三个地宝 五个地宝的话 那还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航母数量不多 小飞机不多的时候 遇到刺蛇还是有点烦的 小飞机很容易第一时间最快速都被点 对 这边它还是具具补农名的 没有想保 但是它现在没有侦察吧 你看看它有没有侦察 完全没有 完全不知道对手出航母的 它现在有没有对地宝做侦察 你看看正边地宝 地宝应该是有看到的 那应该还是能判断吧 航母可能有看到吧 刚才 风光还在杀 那直接奔赛本出飞蛇吧 是 这边气框忘了财了 虹鸣其实也杀的挺多的 看正面 二矿那边是空头吗 二矿那边好像是个眼虫 果然眼虫 回来把眼虫抓掉 好 四矿点下 后续的三个航母再出来之后 这个部队就出具规模了 你看一个 我觉得冰天机器的农民太扫了78个 是我要补90个到100个 对 反正对手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攒兵的时期 你也A不了他 起码我觉得要补到85个 那剩下多补的就是多开点矿 先把气体之间踩起来 因为接下来到飞蛇那一环节 等到你开爆冰的时候 你把多余的能力变成防空 我们看一下小飞机掉得很快 能不能站住 能不能站住 小飞机数量其实已经不够了 小飞机数量已经不够了 这些小飞机也是在为使徒做肉 使徒在下面疯狂的输出 这一轮输出完了之后 小飞机果然是被点光了 这一次被点光的话 其实很受伤的是它的经济 因为它要花非常多的钱 把飞机补充回来 是25一个小飞机对吧 25还是15 星期一是多少 星期一好像是25吧 应该是25 那也就是一架飞机也要 还要额外的去花200块钱 它有这么多飞机 就有一种交了一波贷款的感觉 交了一波房租的感觉 前四个是不是免费造 对 前四个是免费 但是它刚刚八个全死了 八个全死了 八个全死了以后四个是不是还是免费 谁告诉你的 这样的 反正一般速航母也不缺钱 所以我从来不计算这个 很有道理 牛塔 它为什么放牛塔 带头大哥 牛往前一顶 吸引小飞机火力 是不是后拍就可以随意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 小飞机打不动牛 小飞机是两段伤害 对啊 打牛身上不掉血 就打两下一点血 对啊 是不是理解很好 直接用牛给它拱穿 理解有点好 飞车在造 三个飞车 其实我觉得这会儿还是可以 来看一下三矿里面空投了 神资 神资三矿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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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个 刚三过 刚这边先投了一波 嗯 但是这里投了一大波 来看金钱镖 他不会叫 不会暂时先不叫 叫金钱镖还是有点贵的 飞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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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蛇点掉 点 哎 nice 蛇塔掉 把所有对空点掉 把牛塔点掉 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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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飞蛇 nice 飞蛇强勾 勾完了之后刺蛇能不能走上来 刺蛇并没有能够走上 刺蛇被后排的小飞机勾引了 你看看 他这样一来的话科技箭就掉了一波 三本科技也掉了 四框也要掉 那航母毁天灭地的已经 是啊 这刺蛇现在就是突出一个追不上 就是追不上 现在牛是出来了 但是牛出不了门 因为自己的兄弟还处于一个救援的状态 但是你看rush会对着钱花的相当感激 可见这航母是多么的飞钱 小飞机死的还是挺快的 大家可以看下这打牛的效率 哎呀这点错了 他没有点到矿 他昨天发现没钱了 有道理 确实没钱之后 这个小飞机造的是真乱 你看小飞机差不多跟航母一个数量 这牛真是不痛了 好那边大牛架刺蛇选择了换家 但是换家的话呢 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对手首先要大量地宝拖着 再有一个对手就通过不停的刷冰 冰这机器有很多钱 他现在没有卵子 他基地被打掉了 对被打了非常多的基地 有引刀在 引刀还是砍不动你的 机器 这样恭喜rushcrazy 这一波飞机打法 对吧 也是利用了breaking gg 就是没有侦查 然后breaking gg 又是在1比0领先的情况之下 很着急想要2比0获得比赛 胜利 选择打了一个比较激进的 这种进攻型的重租ZVP打法 是的 那这样的话 rushcrazy也是把比分搬成了1比1平 双方要打决胜局 好 那么看一下双方第三场比赛的选择地图 看breaking gg选什么图 我想想 如果要是选择打ID洋废墟的话 很有可能又遭到宝航母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可以选一些 失踪 失踪 其实双寒之地我觉得不错 双寒之地 点位有时候会很坑 还是选失踪会相对好一些 选失踪相对好一些 选失踪的话 这张地图会涉及到一个三矿博弈 就是重途会不会通过一些手段 就是三矿 攻击三矿同时配合空投 因为这张空投无论是投主矿 而投二矿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要比其他地图还要简单 对那主要看 但不允许机器选择这张图以后 他是做怎么样的一个战术准备 首先他这一盘一定要做好侦察 不能再被对手这样子前期去偷科技 这几乎就是裸奔航母了 对裸奔航母 这裸奔航母没有关系 但你得侦察到以后 第一时间能做出正确的应对 没侦察到就比较被动 好 这边我们选手已经准备就绪 进入到比赛当中 卡存点位存在地图上方 蓝色的通俗来自于 SPA战队的Blinking GG 那地图下方的就是 红颜色的神族选手 来自于IG战队的RushKrizy 今天的比赛 大家都是博注之间 一水的2比1 打的就很残勉 是啊 所以说明一下 选手确实 大家实力都是越来越接近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 确实 不会再出现 像之前吉姆老师 对吧 垄断国内所有成绩 那段时间确实 GIM是拥有绝对的一个统治力 是 但是现在呢 就更像是百家争鸣 对 乱世 这样挺好的 乱世谁能称雄 还得看探机 为什么是看探机 探机是你成绩好 探机已经是第一赛季的 WCA第一赛季的冠军了 他是已经可以晋级到年终总决赛了 所以后面的比赛 他也是不需要参加的 是不能参加还是不需要参加 不需要 不能也不需要 也不能也不需要 不然又再拿一个冠军怎么办 不然再拿一个冠军怎么办 所以这方面我们赛世帮的这个处理还是非常好的 对 你看探机要拿了那个三个赛季的冠军 那他就有三条命 三条命把这帮人都干死了 那那关押击军都是他一个人怎么办 这是不是创造神话 领导怎么颁奖 下面颁发铜牌 然后探机站在了第三名冀军的台子 然后下面颁发银牌 然后鞠躬敬礼抱一份花 然后跨个奖牌 对吧 跨三个奖牌回家嘛 对不对 然后颁银牌的时候 探机再到亚军领奖台上面 然后跟领导又再次握手 再次鞠躬低头再碰一朵花 哎小伙子怎么又是你啊 我是刚才那个人弟弟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方这边是藏了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可以选择去做二次侦查 因为如果要是野影刀的话 完全可以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去野 这里有个天坑 对天坑 专门野剑字的天坑 所以这种坑我觉得设计的就很不科学 但是那里有一个 就他这种位置就应该变成湖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位置变成一个湖泊的话呢 就是飘基地就还是正常飘 但是少一个野建筑的侦查点 也不鼓励大家在这种位置去野东西 对吧 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地图作者 对吧 的一个考虑到的问题 啊 我要是地图作我管你呢 你就像那个全面入侵那张地图 对吧 嗯 二框背后不能飞东西 就说明这个地图作者肯定是平时被先知戳的不行了 你知道吗 我要是地图作者 满大街都是高级低地 满大街都是坑 看一下空头 看一下空头 这次攻头 点水晶 但是追猎在阻拦的话已经拦不住了 这已经拦不住了 这边再点个水晶 然后这边再点个水晶 投下来这个追猎不能被围 但是往里走的话里面因为没有水晶 哎 这边拖上农民 再一钻再一拉扯 农民并没有损失 这波拉扯是不是好的 特别好 特别完美 特别棒 两个农民代价防住这波的话 非常赚 是啊 这太赚了 攻速使徒马上要升好了 是啊 多兵营上方水晶也点了 这样上方还可以再造一个兵营 直接 大量兵营的一个强飘使徒 而现在 BREAKING GG呢 在这一轮侦察过后啊 他应该是感觉到不对劲了 因为他在下方 哎 他下方在三光那边没有视野啊 他这边应该有个视野比较好一点 你看Rush Grid也是先去解决三光视野 这样的话才够足够的这个隐蔽 一头熊过来发现自己的家园上面出现一个兵营 我需要更多的生物质 然后吓成熊就死了 是不是 战役打多了 年轻人 你看这就是生物质啊 我跟你说像这种生物你知道吗 嗯 在这种战争之中啊 啊 都是都是都是要被逮起来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面那边使徒也过来了 正面使徒过来了 三光这边倒是有一个宝 但是现在由于是在大量暴狗 有后手的 有后手的 关键现在在处于一个大量暴狗的状态 面对攻速使徒 大量暴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蟑螂也有 蟑螂也有 蟑螂数量并不算多啊 这波狗是绕 看到一波使徒 使徒并没有理会 那这样的话这波狗交错而过什么情况 这波狗其实打不到什么东西了 好多使徒啊 要强棋吗 这波强棋很拼 强棋啊 肯定强棋啊 使徒太多了 哎你看狗 狗的选择还是选择换 狗并没有选择回救 但是换的话这边有立场 立场封一下 立场封一下 妈妈船 妈妈船在干嘛 妈妈船上班了 好了 这边蟑螂出一个死一个 哇 这个使徒的数量已经是少量蟑螂所完全无力解决的了 好 这边狗全死 这完了 这完了 神座后续来了 抓引刀打好了 是啊 这已经把你打得如此之凌乱 又看到你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反引能力 引刀什么时候刷 引刀已经在刷了 已经在刷了 后续的使徒继续飘 后续使徒往三框一飘 三框也要不了了 接下来引刀就可以直接过来 甚至于可以直接过来砍基地了呀 砍什么都行 是啊 这边拖上农民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的结果就是 背了个锯 引刀来了 刷刷刷 奇迹 这样恭喜RushCredit 这样的话RushCredit是以2比1的比分击败了不云拼奇迹 是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RushCredit好像小分增长有限 RushCredit还是被淘汰了 不是淘汰是被淘汰了 他名额也没保住 他还是垫底吗 这还是垫底 还是垫底 那还是比较可惜的 应该还是垫底吧 这 对应该是垫底 导播传来的消息是垫底 对 好 那这样的话B组的比赛也是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 对 那么整个的第二赛季的星期中二项目的小组赛全部打完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积分版 那么就是那个接下来的就是明天的教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明天下午两点是半决赛 对明天下午的两点是半决赛 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打出三四名 对打出一个季军 因为季军有钱嘛 对对对对 第四名就 就是争夺一个请我吃饭的名额 上赛就请了吗 没有 那你还抱着这种希望 希望是要有的呀 说明你是一个人生充满了希望的很乐观 对我多乐观 永远都是 我为了混口饭吃 我愿意祝福所有的选手出成绩 所有的选手拿奖金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上次是哪个选手在国外出打了比较好的来着 哪个选手来着 我等着他回来请吃饭来着 回来等着请吃饭 忘记 你上次我记得你直播的时候说过 我说不管啊 好 这样的话呢 那小组赛的话阶段就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 是 那么明天还是同样的下午两点钟 大家所定 WC2016的比赛频道 明天下午呢 一起来看这个谁能晋级到最后的决赛 对 好 那么大家明天下午再见 明天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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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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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